男人瞪大双眼 发现自己竟然尿了一桶方便面 这可把他吓坏了 想把方便面冲走 不料马桶堵住了 他急忙打开窗户 来不及吃 就掏出面条 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他以为自己生病了 就去看心理医生 还当着人家的面尿了一杯 医生也无能为力 可回家时 遇到了小偷 罪犯还向他跑来 他来不及多想 手一伸 竟然射出了面条 小偷以为见鬼了 急忙放下包 举手投降 以溜烟逃走了 晚上出去溜弯 遇到街溜子正在欺负人 他戴上头套出来阻止 紧跑几步 射出面条 把男人干搬在地 另一个掏出水果刀 大叫一声冲了过来 也被轻松制服 男人爬起来后 说今后一定报答他 大壮一听有了想法 说就今天吧 男人刚打开钱包 他就抽走90块大洋 原来大壮失业在家 吃了碗过期的方便面 没想到身体发生了变异 从此之后 他苦练面条神功 最终成了面条侠 每当人们有困难时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因此还上了电视 可成了公众人物后 就不能再要钱了 因此他找了份工作 可刚上了两天班 同事就被黑帮绑走了 大壮只能单刀附会 从袖子里钻出两把面条 随后化身成双截棍 古德那是虎虎生风 小弟在他面前 跟菜鸡一样弱 没几下就被打得满地爪牙 这时黑帮老大上场了 还别说 他还真有两下子 凭借灵活的伸手 把大壮干翻在地 紧接着沙包大的拳头 跟雨点一样落了下来 没几下 大壮就被捶成面条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可下一秒 电闪雷鸣后 面条快速收缩 汇聚到一起 眨眼间他又活了过来 手一抬 射出面条 正好贯穿大壮头顶 美女同事也被救了出来 如果把这个超能力给你 你敢要吗 一个篮球重重地砸到脸上 疼得女孩弯下了腰 同学们则是一脸惊恐 傻傻地弄在原地 定睛望去 女孩的脸竟然掉到了地上 她急忙走过去 伸出双手 把脸捡了起来 再次抬头时 脸就恢复了正常 而其他同学仿佛什么都没看到 原来刚才是个梦 可她却产生了怀疑 早上洗漱时 她伸出双手 轻轻摸了下脸 然后手指一用力 就听到咔的一声 这可把她吓坏了 从此之后 无论是走路还是上课 她总是捂着自己的脸 生怕脸会突然掉下来 更可怕的是 有一名陌生人在偷偷跟踪她 于是急忙向家跑去 可跑着跑着 拐弯时 突然撞到一个人 她刚想道歉 抬头一看 正是跟踪她的人 吓得她转身就跑 一溜烟来到家中 晚上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动了 她被绑到了床上 而那名老人则一步步走来 她非常害怕 只听老人说 我做的面具呀 快快回到我身边 随后举起两米长大刀 吓得女孩一声惨叫 紧接着门被打开 原来这只是个梦 可第二天 爸妈就将老头请到家里 随后来到屋子中 不过女孩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戴上眼镜 拿出西瓜刀 在女孩脸上轻轻划了几下 紧接着把脸摘了下来 放到一边 原来女孩是个机器人 只是里面的螺丝有些松了 顺便清除掉最近的记忆 如果未来生育率下降 你会养一个机器人孩子吗 女孩边走边刷手机 突然电量只剩5% 看着花花往上涨的小爱心 她急忙掏出充电宝 可充电宝也没电了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在挣扎时 电量就剩4%了 只能忍痛关掉手机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她不停地掐着喉咙 呼吸越来越困难 在倒下的最后一刻 从包里掏出手机 赶紧开机 这才常常地吸了口气 再晚一秒 就会活活憋死 而这时 电量就剩3%了 她急忙向前走去 想找个地方充电 这三星电池真不扛用 没走几步 电量又少了一格 见此情形 她拼命向前跑去 比百米充次速度还快 然而电量消耗得更快 为什么待机状态这么耗电呢 可跑着跑着 突然身体震了一下 原来已经没电了 紧接着她就跪到地上 凭借最后一口气 努力向前爬 眼睛还死死盯着前方 原来4.9米外就能充电 她伸出长长的手臂 想抓住充电线 可根本够不到 只能一点点向前爬 突然她张开大嘴 身子抽出了几下 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十分钟后 一个小伙路过 拿起手机 把女人翻了过来 二话不说 拉着她就往前拽 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随后给手机冲上电 没过多久 屏幕就亮了 紧接着女人就眨了下眼睛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她最后活过来了吗 一条长长的触手 从山顶冒了出来 吓得女孩哇哇大叫 紧接着更多触手钻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窝了个乖乖 整座大山都是怪兽的身体 随后她张开大嘴一声咆哮 树上的鸟儿都被吓跑了 几人抬头一看 怪兽朝他们望了过来 然后轻轻摆了下触手 伸向远方 尾巴上还有十米长的尖刺 重重地砸向地面 幸好没有人受伤 可触手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又慢慢抬了起来 女人使了个就地十八滚 这才逃过一劫 原来她是玛雅传说中的上古神兽 三万年才会苏醒一次 就在几天前 科学家发现地面温度突然升高 还喷出无数天然气 整座大山不停地晃动 男人快速向山下跑去 突然石头裂开 正好砸中她 另一边几个人正在砍树 突然地面不停地晃动 一根树枝掉了下来 正好砸中工人的腿 大家急忙把树枝搬开 她刚想站起来 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随后又躺了下去 等人们把她抬上车时 发现早已没了呼吸 波波勒想上山调查情况 突然地面升起一堆石头 她急忙杀住车 下车后发现 石头还呼呼地冒着热气 蜿蜒曲折的身向大山里 画面一转 汽车不停地晃动 还冒出滚滚白烟 老人过去查看什么情况 可刚走过来 就喷出一股白气 吓得她转身就跑 可还是被不明生物拽倒 随后拖进烟雾中 下一秒 她的房子也快速下沉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而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女孩正在打电话 突然地面不停地晃动 她扭头一看 身后的石头竟然拱了出来 然后快速裂开 刚想逃跑 石头就飞了出来 幸好她没有受伤 另一边 地面裂开一条缝隙 越来越大 从里面喷出无数烟尘 屋子发出咔咔的响声 还不停地晃动 下一秒 就快速下降 沉入一个深坑中 桌椅倒向一边 屋子里一片狼藉 突然女人露出惊恐的表情 一个长长的东西 从窗外慢慢划过 跟放大一万倍的蚯蚓 差不多 吓得女孩哇哇大叫 老人点燃蜡烛放到缝隙处 火焰瞬间被吹灭了 原来外面空气中 含有大量二氧化碳 他们找来交代 封住破碎的玻璃 防止二氧化碳中毒 然后搬来梯子 用力打开天窗 从窗户里爬了出去 一对情侣在山上露营 突然女人收起笑容 露出惊恐的表情 石壁上竟然出现一颗巨大的眼球 吓得两人连连后退 一不小心摔到地上 而眼球还死死盯着他们 幸运的是 很快她就消失不见了 可女孩非常好奇 想看看那到底是什么 下一秒 一根长长的触手伸了出来 在他们头顶不停地徘徊 两人见状 爬起来就跑 触手就缩了回去 另一边 寄人听到声音 抬头一看 空中出现一条巨大的触手 直径最少有9.9米 还在快速移动 他们正好奇时 触手重重地砸到地上 把两人掀翻 随后轻轻一甩 男人就飞了出去 紧接着又是一个回手套 幸好被两人轻松躲过 触手就收了回去 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两人走在悬崖边上 突然地面晃动起来 他们站立不稳 摔到地上 差点掉到下面的深坑里 而深坑还在不停地塌陷 吓得女人吱哇乱叫 低头望去 塌陷的速度越来越快 仿佛下面有一头巨兽 没过多久 从里面冒出一张大嘴 只是喘了口气 泥土就纷纷落了下去 男人吓得双腿发暖 终于坚持不住 手一松 就掉了下去 正好落入怪兽口中 女人见状 哭得非常伤心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抓住胳膊 把她拉了上来 怪兽见状 慢慢沉了下去 他们收拾好心情后 慢慢往山下走 突然听到哄的一声 抬头望去 山顶冒出一股黑烟 紧接着钻出一条长长的触手 上古巨兽终于要出来了 窝了个乖乖 他竟然有无数触手 随便一条就有几千米 整座大山都是他的身体 只听怪兽一声大吼 一条触手就伸了过来 尾巴上全是道刺 要是被拍中的话 肯定爽歪歪 随后触手再次挥动 朝女人砸了过去 幸好她比较灵活 这次触手又无功而返 虽然怪兽体型大 可行动缓慢 他们趁此机会 拼命向山下跑去 看到直升飞机后 这才平静下来 大壮看了眼巨兽 放下箱子 把里面的零件组装起来 这竟然是个火箭筒 随后扛到肩膀上 对准了怪兽 怪兽察觉到危险 又伸出一根触手 可没砸中几人 随后就收了回去 大壮又举起火箭筒 闭上右眼 瞄准怪兽的嘴巴后 扣动了扳机 导弹竟然一分为五 小导弹插入怪兽脖子里 疼得他一声大吼 主导弹紧随其后 射入口中 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怪兽在一声嘶吼后 就冒起了滚滚浓烟 乱趴趴的倒在了大山上 那么问题来了 我怎么觉得 这怪兽有点弱呢